在旅途中常常会遇到很多小事之类的 然后过后,Time is love 然后我只要讲的是爱情是一个舞 没有实现 就是这样的舞法 我觉得时间就是一段旅程 时间是一段旅行 和他的相遇是在职场上到后来的咖啡馆 我总是觉得一切的偶遇就像是上帝安排好的时间 在那一年,我们遇见了完整的自己 2011年开始了属于我们的爱情旅途 我们喜欢到不一样的地方探索世界 旅途中,我们常常为了小事而争吵 其实生活小事才是我们俩最重要的小事 从小事中,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包容 如何爱护对方 如何尊重及谅解对方 时间让我们俩一起成长 时间也让我们的爱 变成生活中的一切一切 欢笑,泪水 都是我们俩最棒的回忆 爱情是一个无终点的旅程 一旦起成就一直携伴走 一直走,一直走 让时间把我们化成灰 Time is love 唯有时间,让爱更了解爱 感谢观看